8月11日,美国南加州各界华人华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社区四大侨团联合主办国庆活动计划新闻发布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侨组组长王学正 各大社团侨领,各侨团代表,其南加州多家华文媒体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洛杉矶的侨界联合起来举行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我们今年有与往年最大的不同点是 我们今年的侨宴我们放在China Town 第一,这个最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我们照顾到方方面面不同的侨界的朋友 我们欢迎国家人士来参与这个庆祝活动 我们当然,我们也邀请了主流社会的嘉宾还有中领馆一起来庆祝 我们打算大概有差不多60座在这里 所以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兴趣 这是首次由南加州的老乔、新乔和月简聊社团 联合举办66周年国庆活动 庆典时间为9月19日,上午11点 在洛杉矶的唐人街举行 我们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跟各个社团保持联系 共同来把这个活动办好 宴会我们很希望各个社团都能够勇要参加 不过这种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那么这个生日尤其我特别注重是今年特别重要 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6周年非常重视 并专门成立了66周年国庆筹备委员会 南加州的侨胞多年来坚持举办庆祝中国国庆的活动 充分体验了大家对祖籍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和依恋的心怀 国庆期间南加州华人华侨还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 包括升旗仪式 宴会 文艺演出 庆祝酒会等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 我们再来一张啊不好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